大家好,今天想要來跟他聊一下全日遊戲第七季Danny還有John的戀情 期待了很久兩位人氣最高的角色終於在這一季合體了 最值得合體的是他們真的 大家心情應該都跟我要複雜 我真的是在螢幕前大喊不要啊 然後臉上折不住笑容這樣 覺得有點開心又有一點噁心 全日遊戲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那其實談到這兩個的戀情 好像有一些比較遲鈍的觀眾都看不出來他們兩個的感情線是怎麼發展出來的 但是其實整部影集都一直有在暗示他們兩個之後會走在一起 除了這部影集本來叫做冰火之歌 大家都看得出來他們一個可以代表火一個代表冰 那其實過去有些情節可以看得出來 像是他們的生命經歷其實非常類似這件事情 他們的媽媽都是為了生他們男產而死之外 Danny還有John都是在從小被欺負的環境下長大 John因為被當作私生子所以被Kathleen討厭 也因為私生者的身份常常遭到人言人語 那Danny則是出生沒多久就成為流亡公主 被性格很糟糕的哥哥Virceris霸凌 在第一季的時候他們都收到象徵佳輝的動物 Danny是龍然後John是冰原狼 也都被流放到意境然後在意境遇到了他們的初戀 都從性格溫馴到變成懂得在關鍵時刻強硬的統治者 最後也都成為解放外族的偉大人物 Danny他解放的奴隸 而John則第一次讓野人跨越了絕境長城 兩位Targeron有相當類似的生命經歷外 回顧John在決心長城當守夜人的時候 Emmo學士都要提到Danny這個人物的時候說 Targeron孤身一人活在世界上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除了流點是劇本有意暗示John他的身世之外 事故也代表著有造於兩位Targeron也會碰面 而John就注定要成為守護Danny的人 不過生命經歷很像應該還是不足以解釋 為什麼他們兩個最後會在一起 觀眾應該都很在意一件事情 他就是為什麼是John Snow Danny為什麼會愛上他 他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姑且不及John的顏值還有充滿柔軟感的正直人格 首先我們要回顧一下Danny他的過往情勢 Danny在身邊從來不缺乏追求者 他先是作為政治棋子被嫁給了Jogo 這次亂被破關係中 他從受害者進行成長唯一一個自信又堅強的女性 最後也愛上了Jogo 讓人不禁聯想到每個人的生命中 一定都會有那麼一段深刻到足以扭轉人生的戀情 那Danny的第一段婚姻對他來說正是如此 然而生命中做盡相遇的人 卻不見得是能夠陪你找到最後的人 Jogo的死雖然造成這段關係的終結 而如果沒有Dosaki那段經歷的洗禮 Danny不會從獵火中重生 當然也不會有經歷的濃厚 接下來當然就要來聊聊從Danny還是人妻的時候 就暗戀著他的Jora Jora對Danny來說像是導師又像是父親 不過更多時候可能更像是個默默守護他的大哥哥 Jora對Danny非常的忠誠 出於愛意的不私奉獻 但他卻從來沒有被Danny視作戀愛對象 雖然Jora應該多多少期望可以得到一些回饋啦 但是他對Danny的貢獻其實還是甘心樂意的成分比較多 簡單來說他就是所謂的工具人 但是在想Danny為什麼沒有愛上Jora之前 我們可以先思考另外一個問題 那就是換作是你 你會愛Jora嗎 應該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你會心疼他 你會有點同情他 你會認為他人很好 想要把他當真心的朋友 但你不會愛上他 先排除掉他和Danny的年紀差距 回顧其整部影集 Jora這個角色其實從來都沒有對Danny或是觀眾展現出自己有魅力的一面 為什麼 什麼是魅力 如果可以的話你現在腦中馬上想一個禮 你認為身邊最有魅力的人 不見得是有戀愛成分的那種 只是單純你很欣賞這個人的人格 而且是你周遭的人都會認同的那一種 好了嗎 通常有魅力在校園職場受歡迎的人 往往南突活潑幽默懂得傾聽這些既定印象 但最重要的是他們通常也都會很有自信 自信能夠反映在貪圖還有行事做工中 他們面對人的時候不會遮掩 親如自己想要的 不會輕易受到別人的影響 也不太在意別人的眼光 時間往後落到Danny的第二個情人Daryl的出現 Daryl正是符合上所有特質的人格 英俊之外還有一種自信的瀟灑 第一次遇到Danny就親如自己愛上了他 隨後都要展開猛烈的追求 這裡你可能會想說 那遇到喜歡的女生就追 要追追得到的話 那交女朋友不是很容易嗎 是很容易沒有錯 但是你要追求自己 Daryl並沒有因為對方是女王 而把自己放在下一位 而是讓自己處於和Danny平行的位置 他做的並不是討好Danny 而是小金脈把他摩一倒他 他清楚Danny需要刺子層的幫助 所以他英勇得殺了其他兩個首領 讓刺子層效忠他 他也清楚Danny作為一個統治者 很久沒有好好放鬆了 所以他身邊需要一個讓他快樂的人 比如說他講一些低級的笑話 逗大開心 他也知道Danny他上夫之後很久沒有 所以他露出他的 看到這裡你是不是也喜歡上Daryl了 讓別人愛你並不是一昧討他歡心 而是展現出自己的魅力點 並且有今天你不愛我 還有我愛我自己的那種灑脫 我不在意我對你付出能不能影響你對我的觀感 只是我想要怎麼做 那你可能會問為什麼Danny 離開Daryl的時候可以那麼無情 我個人是覺得Danny他對Daryl 本來就不是那麼認真 雖然Daryl非常的迷人 但是他們不太可能真的永遠在一起 他們一個是女王 一個是傭兵 就算他們可以在一起好了 Daryl他也不是一個可以支撐他理想的人 還記得Danny要Daryl留在迷靈 偏要穩定明星時Daryl的反應嗎 Danny對Danny是一種讚猶豫 而不是真正的愛 當你真的愛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希望他變得更好 你會支持他的理想 在這個過程中你可以跟著進步 如果兩個人一起成長的關係才是健康的關係 而Danny呢 他其實比Daryl先看透這點 如果當初Danny他毫無猶豫 心甘情願留在迷靈的話 我想Danny到今天可能都還愛著Daryl 所以 到底為什麼是John Snow John和Danny的關係是循序漸進 John強硬堅持不效忠Danny的那種態度 兩人出自見面是一種劍拔弩張的氣氛 那Danny對於John的不順福 覺得很惱怒 又清楚John不是壞人 因而情緒複雜 而對於John來說 他見到的不是我們認識那個Danny 而是他久聞名號的女王 他不認識他也不能夠認同他 當然也無法對他下跪 然後在這有點緊張的情節中 兩人也對對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John沒有料到龍後 竟然是貌美又年紀 和自己相仿的女子 Danny除了對Sir Devils提到 John Snow曾經為人民失去性命的發言 特別在意之外 也驚訝怎麼會有人這麼傻 都看到三頭龍在外面飛來 還敢不屈膝下跪 定義中 他無法對色情說謊也是同理 接下來不用多說 就是兩個人彼此發現對方合進之處 也從對方向上看到了自己 Danny一直在態度比較強硬的那個 至於John 觀眾都能夠看出來 他深受Danny的美貌氣度的兼具所吸引 演員Key Harrington過去的裁縫中也有補充到 當下John他處理男人的本性 Diss見到Danny的時候其實有一點心動 兩個人的感情在短短五期間看似發展得很快 其實也不是我們自己特訊 《異鬼之戰》是兩個人放下自尊和權力自鎖的關鍵 Danny總算見到John的正直和勇氣 而John則是在見到Danny 居然願意為了拯救眾人犧牲一條龍之後 任何他只能追隨女王 他們真正愛上對方 提到John是以Danny的原因 可以回顧到剛剛提到梅莉特 指出了自信還可以再補充一點 那就是值得信任 John一臉正經外在包裝下 其實有個善良柔軟的心臭 Sir Devils 的口述中 Danny優先確認了這點 那John面對龍使毫無畏懼 異鬼大戰犧牲自己要撞一塊陶武器 也是十足展現男子氣概 最後在床上療喪時 又不小心露出腹肌 咳咳 傷疤 因為John一直必談 自己曾經犧牲性命的事情 讓此時Danny看到他的傷疤之後 更加深對John的英雄印象 最後John又講連他想Belot Me 卻無法騎身的冷笑話 你會注意到一件事 那就是以上都是無意展現的魅力點 完全不是John為了討好Danny刻意的表現 這讓Danny知道John跟一般的男生不一樣 讓他們這次還有共同目標 就是擊敗異鬼 最後兩個最後一走到一起 也不是太令人意外的結局 那在一起之後 這段讓全世界都很想祝福去 辛勤唯妙的情侶 未來面對的只有難關 異鬼讀過絕境長生之後 可不是談戀愛的好時機 將當兩個人對於鐵王座繼承權 關心迷感 發現任何人至上之後 該怎麼反應已經不是兩個人最大的難題了 接下來就只能夠再等10個月 看第8集會怎麼收起 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這個頻道有權利遊戲 但我真的鐵王座 大學的時候我追到現在 問題的第8集到來 可惜我們真的很捨不得 他絕對就要結束了 那以上就是我對今天的看法 我要再聲明一下 我們這系列的專家 我有看過小說 那你如果是有讀過小說的人 你想要補充一些什麼資訊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也就到這邊吧 我們就下次見 Bye